大家好,我是李 現在先問一下有聽過InLiveTW的 可以不可以舉個手一下 看起來還蠻多人的 其實今天我是來代替雨婷推大家坑的 先來介紹一下InLiveTW的訓練 就是我們想要把社運還有救災現場的即時畫面 立即傳播出去 讓公民可以在自己的電腦或手機上看到很多視角 或者是即時的跟公民記者互動 還有就是因為是直播 所以說其實他的畫面都是真實的 而不會有加工過 然後我們希望讓獨立媒體就是 不要受到政權跟財產政黨支配 然後能獨立之外 然後讓公民可以有一個就是自己眼見為平的真相 這樣 好 然後應該很多人都對這個感同身手 就是平常看電視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愛看 就是爛新聞 就是因為其實沒有更好的選擇 然後其實我們的目的就是 我們要第一手的直播消息 然後還有了解最新的社會議題 然後還有最近有什麼最新的社會運動 然後其實318之後啊 其實發生了就是便利開花 所以說發現很多直播的公民記者 所以說你會發現很多直播頻道 然後就那個連結都是不固定的 然後還有就是假如你有看新聞的話 你就知道新聞老師跳針 然後新聞都只會播那些新三社 然後就是對和平的抗議者好像就不會包他了 對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離開立法院之後 然後社會就社運活動就是爆炸性的成長 對 這是我們就收集立法院之後一些社運的消息 然後所做成的行事例 然後還有今天算是蠻巧合的 今天剛好就是去年政府剛好在今天簽了服帽 對今天剛好是服帽的終點經驗日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想要回歸就是公民的發言權啊 然後就是讓大家可以在網路上就是看直播頻道這樣 好然後現有的功能就是四個就是提供正在直播的頻道 然後第二個就是把世界排序 然後第三個就是推播服務 然後第五個就是可以讓大家去編輯公民記的未知資訊 好這是一些APP上的畫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目前已有的平台就是這四個 然後大家可以上去搜尋inliveTW就可以了 現在有手機的可以趕快去安裝 然後你應該就會 然後就會發現其實現在距離音樂的直播頻道就在上面 就是你可以先來觀看 然後就看到我才說話 然後接下來就是更多平台會有更多問題啊 就是我們就是一個缺點 就是我們會應當你去安裝VLC Player 就因為要看影像嘛 對 然後為了對話就是這幾個 好 最後一個 真人 真人 就是這幾個